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週四表示 今年9月 澳洲也將從阿富汗 撤出剩下的80名軍事人員 莫里森說 過去兩年 澳洲在阿富汗的駐軍從1500人減少到80人 2001年以來 有41名士兵在阿富汗殉職 另外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週三表示 美軍撤離阿富汗後 沒有美國基地和設施的支撐 英國主軍將難以維持 因此 所剩的750名英國軍人也將有序撤離 拉布推文說 我們將繼續應對恐怖主義威脅 並將永遠銘記那些為保衛阿富汗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而戰鬥和犧牲的人們 北約盟國週三達成協議 9月11號 美國撤軍後 北約領導下的外國部隊 將從阿富汗撤軍 但繼續提供反恐支持 以保護過去20年取得的成就 新唐人記者宇威綜合報導 中文和阿鐺 南部 南部 北約 南部 東部 感谢观看